那我们直接抓到一个机会 来拿一下这一个凯撒 但是对方的闪电侠非常的聪明 那这边一个小机甲后期敌人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把艾瑞的实战解说 那我们走的是一个凯撒路 而带的是一个制裁 那这一把呢虽然说我们的凯撒路 并不是在下方 如果凯撒路在下方的话会更好的 更方便我们的用这个制裁去吃野怪 那这边但是艾瑞这个英雄呢 在线上是非常霸道的一个英雄 基本上伊等我暂时还想不出 伊等有什么英雄可以打得赢他 我唯一想得出来的就是可以 一直在远程或者是中距离一直去骚扰他 因为艾瑞这个英雄你只要让他三个狮子贴到你的话 你基本上是打不赢他的在前击的话 那我只想到的差不多只有龙马这一种中距离了 或者是ADC或者你打凯撒路遇上ADC也也会有机会嘛 但是反正就是一个比较中距离 或者是你打不到他而他可以打得到你 那就可以压制一下你 不然的话基本上大部分的凯撒路英雄也是不够你打 那我们带的奥义是荒芜、精灵还有玷污 那我中间带精灵不带一个庇佑的话 因为我们非常依靠跑速 因为其实他的坦度已经够了 只怕你一直被风筝 像我刚刚说的中距离或者ADC也是对你有一点点某程度的克制 那这边我们看到超原来帮了一波 对方的设备师也来了 那这边设备师直接跳中了我呢 我往后退一下 这边我直接开启我的一镜呢 一直打一直打 我在打的时候我千万不能放这个二镜呢 那这边打完了 然后我的一技能追不上了 才要放这个二技能 因为二技能呢会把你三个狮子 你身上有多少个狮子 他的二技能就会取决于你的一技能有多少个狮子 如果有一个狮子 二技能只会打到一段 同时消耗你所有的狮子 你所有拥有的狮子 所以二技能的释放机会也是很大的一个考验 因为你同时释放就消耗掉所有在场上的狮子 如果你消耗掉完以后 你没有了狮子就等于了你只剩普攻去打 那你的一技能慢慢存三个狮子 慢慢存回来的话也是要一段时间 所以一定要看好这个二技能的释放时机 那这边因为我还有三个狮子 所以我的吸血量还是非常的强力 他们两个人我也不用太怕 但是这个闪电侠一直来 那这波就是超人的表演时间 看到超人推到这个女超人 超人推女超人一直推 推到塔内自己去杀掉 那这一波就是超人的一个秀的时间 瘋狂撞 那这边我们再利用我们的一技能 去回一下我们的血量 有这个三段狮子的话 我的回血量非常的高 那我也看过很多留言说 顺时针去要着你要打的目标 让你的狮子会更快的打中 你看上去呢 你可能不会看到这一个效果 但是你只要你在玩艾未的时候 你仔细听声音 你站着 然后你狮子经过你的目标会有一个声音 还有你顺着时针走的话 的确会快很多 那这边我们磨量不是非常的足够 看一下能不能拿这个蓝 因为我们的打野是一个大风宝贝 也是一个好处 那大风宝贝直接就顺过去小野怪那边了 就是等于说要可以给我这一个野怪的话 我就送下来了 就谢谢大风宝贝 那我们的出装方面呢 因为带了制裁加快我们的发育速度 所以双效楼一定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组合 再来就是长生护肤 那这边又看到对面的一个闪电侠了 直接有两个人直接跑 开了一个大招锁了一下女超人以后直接往后跑 那吸一下我们的补吧 看到瑟菲斯也在我们的野区 我就直接选择回家了 不用不必要让 因为兵线也在推出去 如果兵线再推进来的话 也可以选择在塔内 利用我们的三个狼魂 去让我们的血浪回起来 那长生护肤以后呢 也是罗卡还有的就是反甲 也是一个全坦克 因为艾薇这个英雄呢 大招很特别 你锁住了他以后 无论你受了多少伤害 或者你的对方受了多少伤害 你们也是一同的承担 所以你一个坦装是非常的必要的 因为你也不可能出一个全AP 然后锁住了一个人 然后直接就被秒了 因为你不够对方坦的话就很不要放这个大招 如果你不够对方坦的话 你这个大招一定不能放 这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你不够对方坦 你就尽量用走位 让你的狼魂去回血 你只要你的血量比对方更坦的话 你就可以随便的开大招 锁住对方的后排 或者是万一 因为我们这一把带的是一个制裁 并不是一个瞬移 因为所以锁对方的后排 其实也不是非常的容易 那这边直接锁住 不过这个塔并没有打我 非常的可惜 因为我收到的塔上 对方的女小云也会收到 那这边就是一个机会 放进去 放了一个 名字才加一个普攻 然后对方的闪电侠也来了 我不用太怕 因为我们还有半条血量 而且还有三个狼 那这三个狼的话 他也不敢过来打 我们顺着时针 跑一圈 回一下这个血量 那我们的古龙也出来了 有一个寒冰制裁 就要控制 自己的中米野区 或者是对方的野区 也是要控制 那这边直接锁 锁住了一个残血的艾越 艾越锁住艾越秒掉以后 我们利用三个狼 回一下血呢 这边我们的血量已经不够了 就直接放了一个二技能再跑 那我们的二技能 其实是应该要放的 不要 你不要说 因为一技能三个狼 非常的强力 二技能要消耗掉 三个狼就不去放 因为二技能是唯一一招 非常远程的距离 艾越的一技能 还有大招 都是一个非常近的距离 你打得到对方的话 对方基本上都打得到你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消耗的话 你的二技能就看好你的三个狼 或者我一般建议会两个狼 比较好控一点 因为两个狼存起来的时间比较快 而且两段已经伤害 如果你能两段中了 已经非常不错 你三段要全部中的话 说实话有点难 因为他这个技能 释放的非常的慢 那我这边直接锁住 那我们超原也过来了 我们的锦也过来了 我们的力量也过来了 直接再放一个二技能 去做一个杀 那这边Service还要守的话 就直接死掉 那我不用太怕 把我们的狼直接快出来 那你的狼在这边直接一个二技能 差一点点杀到 因为最后还是被我们的锦两拳射掉 最后还是被我们的锦两拳射掉 最后算我们的锦没有射中的话 我们刚刚那个二技能的路径 一定是会中对方的女嘉人 那这一个还有一个小重点 我忘了说了 就是爱悦的一技能 他一个狼魂只要打中目标的话 你的一技能就会减CD 而且你的狼魂在中了以后 你直接开一技能 你就会发现他会马上有一个立刻的狼魂伤害 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就是你的狼魂刚刚碰到目标 做了伤害以后 你那个时候直接开一技能 那你就会有一个小爆发的伤害 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小技巧 因为你要打多段伤害 你要打一个瞬间的伤害 你要回复一个瞬间的血量的话 你还是要靠立刻的两下狼魂 因为他狼魂来回转 有一个空间的时间 那我们这边直接抓到一个机会 来拿一下这一个凯撒 但是对方的闪电侠非常的聪明 那这边一个小技巧 后期敌人如果稍息5秒以上的话 你一定要去看一下 对方有没有在透支这个凯撒 那对方人来了 人来的话直接先打人 避免的被抢的这个风险 直接在一个两段 收掉对方的零零 那我们大风宝贝也一直在 控着这个凯撒的血量 也成功把它收掉 那这一波是零换三 而且拿掉了凯撒 对方的阿悦 现在才出来的话 没有他的办法 我们再利用我们的二技能 去做一个消耗 看一下能不能抓得到 能抓到的话 我们的血量现在是比对方的高 所以说我们一起承受他的血量的话 他会先死 然后我就可以很安全的逃离 那这个阿悦也有一个防范的话 我们利用野怪回了一波血 直接抓到对方的三天小 看到机会抓对方的后拍的话 你就直接大招放进去 不用管什么 因为你的队友就可以在你抓住他的时候 这一个空洞的时间 可以去做一个无限的输出 一直把对方的后拍打到死 做了一个零换四以后 我们看着哪路有兵线 直接就去哪一路 这一次是下路有兵线 我们可以把下塔给打掉 那对方的零零也不好守 因为他没有了前排的坦克 突然下路 中路也没有了 那我们可以把上路也顺便拿一下 因为上路的线也过来了 对方的人也慢慢开始复活了 直接拿主板的话会有一点危险 那看到我们把兵线推进去 让兵线进来看到射维斯 我在承受的这一个塔的伤害差一点点就死 然后往后直接退 看到对方的阿越的二技能 那个动作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缓慢 所以只要大家只要做好一个 有避开的一个动作的话 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可以避开的 那所以说阿越的二技能虽然说非常的难中 但是只要阿越的二技能在一个野区啊 或者是非常斜小的一个场地的话 他的二技能就会非常的强力 比如这一条路径 如果你能在一个非常 就是隔壁有墙挡着的路径 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地方的话 你去放这个二技能你的效果会非常的好 那我们最后来到了上路 把最后的一个珠宝也拿掉 对方的阿越想要过来 他直接抓住了我了 其实并没有很大的意义 那这边超原来帮忙 我直接抓住对方的零零 有一个重点就是只要我们 只要对方的阿越抓住了我们的后排的话 我们不要对对方的阿越做一个输出 因为就等于在打我们自己的后排 大家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说这边直接就一波 拿掉了这个主宝塔 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MVP掉了摇头 27.7的速度39.1的成熟伤害 其实阿越这个野匠大部分的成熟伤害 都在30%40%那样子 18.8的MVP是1206的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可以点个赞并分享 如果想要追踪更多的动态可以FollowFacebook 还有IG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